我就纳闷了 13亿人 就出不来11个 今天这场比赛要打的话 我感觉世界被冲出去的希望为零 要这样的定型 这样的竞争去打 到不了日子 到不了汉口水 LADY GO 球场才不大 让足球赏上了 那帮球迷来骂骂你 试试 怎么的有个别的球迷说 怎么中国南竹没来世界杯 我想说的是 大家不要一到世界杯就骂我们 平时也可以骂 还有不是我们不想去世界杯 其实有两样的东西 一直阻碍着我们南竹的发展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个小笨 片头大妈的灵魂拷问 击碎了多少中国球迷的心 那现在是14亿人 找不出11个人踢球 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南竹的广告语就是 我们不进球 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从个人的技术 我们就可见一般 看着没 有时候球员啊 在球场上连球都踢不到 眼睁睁的看着球进了球门 有网友发了一段视频啊 就是C罗和国独队员身材的一个对比 我们看到C罗啊 身材管理得非常的好 肌肉分明 国独队员啊 一身肥肉 怪不得在场上跑不动 这时候有网友就问了 难道是我们的训练方式 和国外的训练方式不一样吗 确实不一样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国外队员训练场景和国主的训练场景的对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赶紧往前走啊 啊 你在啥急啊 溜的呗 都歇会儿 喝点水 练他妈十多分钟了都 给我凭什么每天打 我要洗净葡萄 来 这一训练叫钻卡布当 给我钻 是 完了 我二十三岁挺大的小伙子 钻这几瓦呀 你讲话呢 二十三穿一穿 我这个儿呢 这是不用脏的 哎 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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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哥 咱俩这个有啥用啊 有啥用 国内有啥用呢 就就梦阳公呗 放我拿年薪三千万的晚上 海参就一直有坚持吃吗 海参就一直有坚持吃吗 对 一直坚持吃 我也是给上五花月嘛 但是都会坚持吃 你这个一天大概吃几根海参 我问厨师中午要两个吗 要两个 因为训练比较累 然后就多吃点 因为训练比较累 然后就多吃点 我觉得没什么坏事 哈哈哈哈 那么刚才大家看到了 国外的训练和国内的训练啊 有的本质上的区别 那国外的训练是注重实战 注重个人的技术提升 我们国内的训练啊 就像小学生上体育课一样 有没有那种感觉 难怪中国球员在球场上踢球啊 闹出很多的笑话 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 国足在球场上的爆笑瞬间 怎么说其他人就也没做好准备去 怎么去把这个进攻准处好 你看这球解围踢在了自己队友的后脑上 还把队友给踢伤了 所以冲着龙王庙 这球还真是闷得不清啊 首先说距离很近 绑子混合了 崖尔基地 摘成缘子 哎哟哎哟 这蹈到了 知道了 哎呀 啊 我还没有听见 哈哈哈哈哈 他打啊 最小一小胜膜还没吃天lic verg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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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